鼠蛇人就像一束花,会绽放一季节的美丽,但它同样承受着风雨,当冷风过后,一地的凋零终究是一种残缺。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去解释,也无法去看透,当鼠蛇人不断抱怨自己不快乐的时候,快乐也就在悄悄地溜走,很多时候伤悲和幸福就是一种选择,鼠蛇人选择了伤悲,那就会被种种的不如意笼罩着,鼠蛇人选择了快乐,就会发现世界很大,总会有一种幸福是属于自己的,只是每个人站的位置和角度不同。 鼠蛇人自信不俗,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,这个实力不仅体现在做事方面,同时也体现在做人方面,鼠蛇人他们擅长利用身边的资源,更加擅长利用人脉,不怕会给自己的朋友添麻烦,虽说鼠蛇人脸皮比较厚,当遇到困难的时候,也会主动找朋友帮忙,鼠蛇人朋友多自然贵人多,七月事业上开始咸鱼翻身,整体的发展变得更加的有利。 也能在事业方面有所建树。 鼠蛇人有强大的能力,事业上也懂得把握时机,又有很强的学习动力,未来的发展必然会越来越好,能够给自己的事业带来更大的机遇。 生肖蛇之人进入下周,命宫刚好有宏喜采喜,急行半身,因好运影响,有望改变早二个月整体运是依旧一般,赚钱特别吃力的状况,等好运到来,喜中投彩,假如真能抓住此番时机,即将转富贵,多见喜事和乐事。 同时对于个别生肖蛇的朋友来说,八月初,在赚钱方面将会一顺百顺,生活风生水起,鼠蛇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求财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属相。 对于鼠蛇的人来说,在过去这段时间里,虽然说,赚钱能力很强,但是由于自身运势有些差劲,鼠蛇的人日子过得总是特别的辛苦,生活总是特别的劳累。 以至于前半生鼠蛇的人,虽然说人际关系处得不错,赚钱能力也强,但是却一直没有能过上好日子,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麻烦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。 不过在7月22号开始,鼠蛇的人便能够富贵大运加深,到时候运势足,福运旺,日子越过越富贵,从此以后不缺钱,从此以后不差钱。 2023年下半年开始,鼠蛇人的机缘很多,要抓住时机,界势发展,提升自己的价值观。 在社交中,要多亲近和自己投缘的人,生活不要锋芒太露,顾及合作相处之道,不要掺和无谓的争端,如此你的事业发展会蒸蒸日上,前途一片光明。 7月鼠蛇人是在事业上很踏实努力的人,他们做事不会三心二意,能够把握前进的方向,一直有着清晰明确的奋斗目标。 7月底,鼠蛇人大发横财,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,财运更是一路看涨,收获颇丰,鼠蛇人必然公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肖蛇的朋友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鸡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肖蛇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有善报和恶报,这是因果的必然。 家庭也有善报和恶报,因为家庭也逃不过因果。 既然说人和家庭都会遇到报应,那人之报应跟家庭之报应到底有没有关系呢? 其实,家庭就是全家人报应的集合体。 只要家庭出现了报应,那全家人都逃不过。 家有善报,某些亲人就会走大运。 家有恶报,某些亲人都会逐渐倒霉。 每个人都会受到家庭磁场的影响。 这两人的能力都差不多,性情也半斤八两, 为什么一个人青云直上,而另一个人原地踏步, 甚至还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趋势呢? 这一切都跟人之本身无关,而跟家庭有关。 试想,你身处于大染缸当中,任你再怎么截身自好, 不也会受到沾染吗? 人与人比到最后,拼的就是家庭了。 一个家庭的善报和恶报,都会降临在这几类亲人的身上, 要有心理准备。 一,白手起家者会聚集家庭的善报。 谈到白手起家,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汉代三组, 分别是西汉高祖刘邦,东汉士祖刘秀, 以及蜀汉列祖刘备。 这三人,堪称是白手起家的典范。 刘邦,家境差到极致,但他凭借高超的育人能力, 于秦末乱世当中凸显锋,后打败项羽,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不一皇帝。 他一个人,带动了整个刘氏家族的运势。 刘秀,本就是没落贵族出身, 二十来岁的时候也没啥大志, 就希望老婆孩子热抗头。 不曾想,他运气好到极致, 几年内就打败了新朝, 再次统一了天下。 刘备,更不用说了, 中山晋王的庞芝, 在东汉末年, 简直就是底层中的底层。 但是,刘备以不屈的意志, 三分天下有其一, 算是历史上白手起家的典范了。 从这三个人的经历当中,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 当家族出现白手起家的亲人时, 那整个家族的气韵都会聚集在他的身上。 此人若兴,家运蓬勃。 此人若败,一家倒霉。 二,体量包容者会聚集家庭的善报。 有心理学家说过, 落井下石是人之天性, 没有谁可以轻易做到感同身受。 感同身受, 就是让我们体谅别人的不义。 尤其是在家庭当中, 对待身边人, 还是要包容一点比较好。 一家人和谐相处, 才是真正的幸福。 只不过,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, 每个人的身上都出现了戾气, 那家庭的争吵就不可避免了。 说到底, 急躁的脾气影响了人们对于身边人的体谅和包容。 体谅身边人, 真的就那么难吗? 说难不难, 说简单也不简单,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摆脱只原身在此山中的束缚。 当我们看到外人不懂得体谅的时候, 我们会觉得他们做得不对。 等这些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时, 我们竟然丝毫感觉不到。 这便是人性的弱点。 家和万事性, 为了家庭的和谐, 为了个人的幸福, 多体谅身边人。 或许, 你的每一份包容之情, 都是对于家庭气韵的构筑。 三, 喜欢窝里豆的亲人, 会遭受家庭的恶暴。 民间有句老话,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 一个人, 如果他没有家庭, 那他不论做什么都没啥影响。 可如果他有家庭, 那他只要做了错事, 犯了迷糊, 就会让一家人陪葬。 比如说窝里豆这件事, 有一部分亲人比较糊涂, 为了对付自己人, 还勾结外人, 丝毫不顾及亲情, 也没有想到引狼入室的危害。 比如西晋时期的司马家族开启了八王之乱, 有些司马家的子弟还找来了四周的外族攻打自家人。 结果就是五湖乱华开启了南北朝二百多年的乱世。 至于司马家族也因为窝里豆而衰落了, 后期更是被宋武帝刘豫斩杀殆尽。 这便是所谓的恶有恶报。 家族所有的恶报都会降临到窝里豆的人身上。 要想避免家庭的恶报, 首先就需要人心凝聚。 倘若家庭如散沙一般, 迟早完蛋。 四, 尖酸刻薄的亲人会遭受家庭的恶报。 在一个普通之家当中, 人们最讨厌的莫过于尖酸刻薄之人。 这些尖酸刻薄之人, 特征很明显, 为人过分斤斤计较, 眼睛当中柔布的沙子, 总是为了小事就针对身边的家人, 根本不懂得维系来之不易的亲缘关系。 比如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。 婆婆觉得自己家的儿媳妇不好, 就到处挑刺, 还在鸡蛋里面挑骨头, 让儿媳妇特别难堪。 如此, 这两人的矛盾就埋下了, 关系也破裂了。 等婆婆未来生病了, 需要人照顾了, 儿媳妇肯定就不会照顾她, 还会吹诊风, 让丈夫也别照顾婆婆。 这便是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? 而这些冤冤相报本来不会发生, 可就是因为有些人尖酸刻薄, 总找身边人麻烦, 那他们自施恶果, 也是必然的情况。 亲人之间相处, 别总是挑刺,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